今天是3月30号 2023年的3月30号 我在东莞十节 嘉荣这边去逛来一下 东莞十节核心广场嘉荣三楼 有一个健身房 今天去看了一下 这个健身房竟然是关门了 是因为债务问题或者是经营问题 不得不关门 上面贴了一个告示 大家看一下 说从2022年的5月份 到现在 房租水电都欠费了 总共有61万 这个健身房我报名了两年 从2021年的6月到2023年的6月 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 马上就到4月份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但是如果是一些人刚刚报名不久 就没那么好了 另外我这边 住在住的附近的另外一家健身房 在一方国际电子城 这个健身房里的 这个健身房竟然也倒闭了 而且我在核心嘉荣广场的二楼逛来一下 二楼有一个地方是吃饭的 是并排的这种做小吃的 我去看了一下 也大部分都关门了 商铺都关门了 大概有五六家关门了 但是总共也就七八家 所以说通过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些经济方面的例子 确实感觉到生意不太好做了 再加上这几天阴雨绵绵 所以呢 就更加感觉东莞这边呢 是一片萧条